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 第1719集 海谷中传出了痴痴的怪异的声音 黑红两色的血丝 仿佛生死大敌般的一下交缠到了一起 并疯狂地扭动吞噬起来 一时间这海谷体表一下泛起了黑红两种刺目的光瑕 并忽暗忽明地疯狂不定 最后一名老者见到这一幕啊 顿时脸色唰的一下苍白无比 口中更是尸声地大叫 沙尸是血沙尸变哪 刚才那东西不是天无大人的一波 而是天顶真人用来震慑诗变的禁止符文哪 其他两名老者也同样是惊慌起来 拼命地用各种法觉想要调动真元 可惜那些黑丝 如同复古之躯般的 紧紧粘附在经脉的各处 让所有法觉秘术啊 全都没有丝毫的用处 片刻功夫之后 三者全都面无人色起来 一声怪异的叫声突然从那巨大骸骨张口的大嘴里传出来 接着眼眶中的绿燕一闪 原本动也不动的骸骨竟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 同时体内的那些血丝一下粗了数倍以上 纷纷互相交织的黑丝全都一闪地撕成粉碎 再吞噬到自己的身体里 转眼之间 骸骨体内黑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消失起来 原本一动不动的骸骨 木然一条粗大手臂一动 往地上按了一把之后 庞大身躯就轰隆隆的震动中 一下做起了小伴来 摘一下啊 让巫灵三圣都一下魂飞魄散起来 若是平常的时候 这煞尸纵然厉害无比 但是三人联手之下 自然也不会畏惧什么 但是现在这种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的情形下 自然又是截然不同的 眼见这句天污海谷变成尸煞 真要破掉身上的天顶真人的禁止 三人不觉的同时起了拼命之心 当即就见到无形老者和鱼形老者一声大喝之后 同时天灵盖一声闷响地暴碎而开 各有一个小人在烟雾中缭绕里一冲而出 至于最后一名老者 双目绿光骤然一现 肌肤表面绿色的符纹一闪之后 就有无数绿油油的藤蔓枝条等植物 疯狂地从体内涌出 倾刻间化作了一颗十几丈高的巨大的树人 树人方一幻化而成 立刻恢复了些许的行动之力 四肢猛然一阵狂舞 体内一阵诡异的震荡传来 木化的身躯中的部分黑丝 竟被硬生生地震断而开 接着大步一脉 足下滚滚的雾气一声 将其一拖地腾空飞起 嗤嗤声一响 原本看似动作迟缓的天污骸骨 两条手臂一动 食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木然冲高空中一抓而去 当即有无数血线化为大蟒 胶脂切割而下 刚刚飞出的树人身躯一顿 化为无数碎片爆裂开来 爆裂中一股氯气滴溜溜一凝 化作了一道淡绿色的虚影 一冲而出 一个闪动后 出现在二十多帐外的高空处 就一闪的要追上前面的两个小人 这个时候 巨大海骨中绿燕一闪 大口一张 一下喷出了一抹 量力异常的血霞 绿色虚影只觉得四周虚空骤然一紧 身后就立刻传来了一股 难以想象的庞然距离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被血霞一卷地拉扯而下 在一个闪动之后 就毫无抵抗力地 被吸入到海骨的聚嘴里 以飞快的速度咀嚼起来 顿光一闪 无姓老者和余姓老者两人的原鹰 则趁机冲出了铁笼 但是目光往回扫了一下 正好看到最后一名老者陨落的下场 二者当即是又惊又怒啊 余姓老者当即一声大喝 锁化原鹰两手一搓 一团黑烟在身后闪现而出 在迎风一晃 化作了一头浑身漆黑的巨蟹虚影来 此原鹰两手再一掐绝 就要催动此蟹冲入铁笼当中 但这个时候却砰的一声 一把把旁边的无姓老者的原鹰 抓住了手臂 哎呀 这点攻击根本无用啊 我等失去了肉身 再加之先前元气损耗太多 已经奈何不得这句血煞事了 还是趁其未完全恢复 先逃命要紧 否则我们三个真的可能全都陨落在此啊 话音刚落 下方铁笼一阵的巨颤 巨大骸骨一条大腿一动之后 庞大的身躯竟然颤颤巍巍的站起了半边来 并用闪动着绿燕的双目 木然的望了一眼铁笼外的原因 这个时候 骸骨体内的黑丝赫然被吞噬了大半 只有一小部分还聚集在另外一条大腿处 继续勉强地抵挡着血丝的进攻 老者两个猿鹰一接触到骸骨的目光之后 均都不由自主地心中意寒 于行老者一咬牙 把背后的巨蝎法相一散不甘心地说道 好 听吴兄的 我们走 这就对了 溜得青山寨不愁煤柴烧 只要我等逃的性命 还怕此仇不能报吗 这铁笼中的骸骨 硕大头颅一摇动 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吼声来 另一条大腿再一晃 竟慢慢地站直了身子 走 这一次两个猿鹰不敢在原地逗留了 当即顿光一起化作两道清白 两道长红破空而走 只是一连十几个晃动 二者赫然到了血湖的边缘处 眼看在一催法爵就要彻底逃出这片区域 但是关键的时候啊 忽然前方轰隆隆声音一起 一片血侠丝毫征兆没有地浮现出来 滚滚地迎头击射而来 两名老者一惊急忙把顿光一停 再次现出了猿鹰之身互望一眼 当即一个单手察觉 背后黑色的火蝎虚影再次浮现出来 另一个呢 则一张嘴放出了一口青色小钟 和一面白骨盾牌类 血色光辖看似极远 但是一个模糊之后 不知如何就到了近前处 血光一脸 从中并排走出了五名 一般无二的青年男子类 无姓老者一惊 失声叫住了对面五人的名字 啊 血和无子 鱼姓老者原鹰却目光胸光一闪 阴沉地问道 五位导游怎会出现在这里 莫非是一直暗中跟着我等兄弟 想坐受渔翁之力不成 这五名青年神色木然 站在原地不动一下 仿佛根本未曾听到对面二人的话语一般 这让两个老者都是一症 鱼姓老者目光中涌上一色 这在重新打亮血和无子鸡眼 终于发现了五名青年和以前的不同之处了 此刻的血和无子 眼中闪动着血红之极的光芒 同时原本光泽异常的肌肤啊 也比从前干瘪了几分 同时散发着一股原先根本没有的腐臭的味道 这让老者心念一转之后 立刻想到了什么 脸色立刻有些难看起来 吴姓老者这时候也发现了血和无子的诡异之处 和鱼姓老者打了个眼色 两个猿鹰身形一动 当即向两侧徐徐的一退而开 拉开了和血和无子的距离 这时候一个阴森的声音突然从附近虚空中传出 两位要去什么地方 既然二位倒有肉身已失 不如把原因交出 让本座直接吞噬掉 来多增加两分神通 如何呀 紧接着血光一闪 血和无子上空波动一起 一个光蒙蒙的血影一闪而现 于姓老者见此怒急地回答 阁下好大的口气 真以为我兄弟只剩下原因 就可随意揉捏了吗 光凭我一人可能力所不及 但现在多了五句血傀儡的话 亲下你们自然是轻而易举 血影发出阴森的笑声 并再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单手一掐诀 四面八方的虚空当中 轰隆隆的声音一响 无数团血云 木然丝毫征兆没有的滚滚浮现 正好啊 把这两个原因连同血和无子 全都围困在同一处 接着神秘的血影一声得意的喝笑 身形一扑 就化作一道血红飞射而来 血和无子五人则身形一动 各自无声无息 放出十几丈的剑光 催动挥舞之下 也声势汹汹地 奔着两名猿鹰一卷而来 这两名老者的猿鹰见此 虽然惊怒交加 也同样催动着宝物加以抵挡 但是转瞬间就落在了下风 目光中不禁流露出一丝绝望的神色来 失去了肉身的他们 绝对不可能坚持太久 被擒下恐怕是转瞬之间的事 而结果也最终向他们预料的那般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血色人影把玩的手中 心得的数件宝物的时候 面上竟是满意的神色 体表散发的血色光辖 赫然比先前又浓厚了三分 嗷的一声怪吼啊 从血湖中心处隐约传来 这时候 血影欣喜地自语几句 血煞狮 想不到无心插柳柳成音 原本只想得到天顶真人的一波 没想到却找到了血煞狮 还是大成中强者的尸骨 变化而成的煞狮 只要将煞狮重新计猎一番 无论是抵挡天节还是以后对敌 可都是妙不可言啊 这血影望着远处聚厚传来的方向 目光中争色一线 把手中的宝物一收而起 他大袖在一抖 体表血光狂涌而现 当即将其连同血和无子 全都一下卷入其中 并化为滚滚霞光 是直奔血湖中心处 飞去了 此时巨大铁笼当中 那具天污骸骨所化的血煞狮 已经把体内黑丝彻底的吞噬干净 庞大身躯终于在晃动中 一下站立起来了 妄想远处滚滚而来的血侠 煞狮口中吼叫声在此发出 目光中凶光一闪后 同样飞出了铁笼 直奔远处滚滚血光 迎了过去 片刻之后 在血湖上空轰鸣声大响 爆裂之声是连绵不绝啊 韩丽望着眼前 焕然一新的小型发阵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终于修好了 应该可以支撑两三次的传颂了 经过半日的时间 她不但用自带的材料 把此发阵修复 甚至略做了一些小小改动 但是丝毫不影响其 传颂的效果 当她单手掐绝一点 见法阵非常顺利地激发 并开始传出嗡嗡的声音之后 当即不再迟疑 一个大步迈入其中 白色的光辖一卷之后 整个人在法阵中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下一刻 韩丽重新睁开双目的时候 赫然到了一个 黑油油的空间里 这里是 韩丽目光中蓝芒一闪 灵目之力一开 就把四周一切都看了个清清楚楚 只见此刻 她正身处一个 类似秋陵般的小山头之上 附近有几颗十来丈高的巨松 足下是另外一座不大的传颂法阵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人修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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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修仙传》